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陈冠婷时间 那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 法国跟澳英美联盟与印太的集体安全 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教授 一位是来自政治大学张台玲章教授 另外一位是来自福人大学何聪怡何教授 那两位教授都针对法国的战略政策政府非常熟悉 那首先要先请教张教授 我们才谈到这个法国跟澳英美的联盟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那他们追求的集体安全 是要追求什么样的安全 谁的那边的威胁是最大的 那他们怎么应对这样的威胁 先想请这个张教授能够简单的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部分的洞见 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 那么也凸显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还有这个欧盟 法国跟欧盟对中国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 当然大家都一直觉得 中国是一个威胁 中国的力量 然后中国在这个全球 特别是我们讲印太地区的这种一个扩张 或者说他也运用这个国际的组织 联合国也好 或者是很多WHO也好 就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都在这个扩张他的这种的一个影响 以后大家要去这个抵制也好 或者说或去这个抗衡 那目前美国的这种的一个态势看起来 他基本上 他就是想要直接去这个抑制中国 或对抗中国 但是欧盟其实他长久以来 他虽然在这个军事上面 是在这个北约的一个架构里面 好像是跟美国完全一样 可是他就整体的一个战略来讲 他们目前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 他其实是非常 其实我们观察有时候都不太容易 其实是很混淆 就像我们观察一个国际政治 其实他有很多面向 布林肯在法国访问的时候 他也讲说 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美国跟中国 其实不是那么直接的对抗 而且有很复杂的关系等等 那其他这一段 就是讲给欧洲人听的了 坦白讲 但是欧洲人他本身欧盟的话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 欧盟的那个印太的战略里面 他就是讲到欧盟对于这个中国 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这种策略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析 三个不同的就第一个 他认为他们是一个制度性的敌对 什么是制度性的敌对 就是我们讲的 我跟你的民主的理念 自由的价值 人权的一些概念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正是跟你敌对的 我要要求你 但是经济上面 我是跟你这是一个什么竞争的 对不对 我们跟全世界全球贸易之下 我们是竞争的 另外还有一个合作 所以他有竞争也有合作 合作是什么 有很多国际上面重大议题 气候变迁 还有环境的保护 还有很多整体的 比如说反恐的议题 还有很多 比如说世界上 新冠疫情的治疗 或是一些威胁 像这几个 他就觉得是一个合作 所以换言之 现在为止的话 欧盟现在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策略 其实有时候 我们也很难去看 就怎么去拿捏 比如说在这个新疆议题上面 欧盟他某种程度展现出来 他的一个强势 可是在中国跟欧盟的 这个中欧贸易协定 全面贸易协定上面 你就看得出来 他的一个 有点像进退维谷 就是有点两难的这种味道 所以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一个在军事上面 这种的一个合作上面 就会被美国看起来 就是说你欧洲太软弱 这就是欧洲人 突然想不到 既然拜登来跟川普 什么都一样的 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才反有这种反应 才有这种思维 所以换言之 我们其实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拜登对中的一些策略 那么跟欧盟的话 还没有完全一致的 欧盟他有好几个面向 那好几个面向 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观察说 他们的一个脉络在什么 所以这一点也是 现在目前的这种的一个 我认为 所谓的在印太战略的这种的一个领域上面 很难抓住有一些的 很明确的主轴说 怎么讲 很明确的这种脉络 可以这样讲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何老师 您怎么看 刚才张老师的这些说法 然后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特别是 针对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时期 美欧关系确实是有进入一段 算是冰河期 那本来我们认为说 在拜登之后会慢慢的稳定的 与欧洲的这些伙伴们走向正轨 那接下来最近的这个插曲 您怎么看这之间的关系 跟未来的展望 所以这是说如果我们看国际方面的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川普跟拜登 这是有一个连续性 这是说这个国际方面 特别是跟这个中国 可是跟这个欧洲当然是一开始 拜登他会想要就是比较考虑到 这个法国的这个伙伴 这个欧洲的这个伙伴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是方式怎么做 我们还是可以说 虽然有个练习性 在这个理论方面有个练习性 可是他们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就是说拜登他还是会比较想 让不同的国家 然后是这个比方说这个澳洲 或者其他的这些国家 这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国家 他们在他也想要比较有合作的这个气氛 所以这是有一方面有点细心 可是就是方式是不太一样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如果我们讨论这个欧盟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欧盟有两个很大的国家 是法国跟德国 然后欧盟的问题 从一开始到现在 事实上是都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法国的角度跟德国的角度 就是尽量是一样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一样 所以就是说有欧盟 是因为有法国跟德国的合作 可是他们的合作有限制 他们的合作有限制 然后这个会让他们的欧盟的 这个国际关系很复杂 为什么 因为德国非常依赖跟中国的贸易 就是有一些人说 这个事实上欧盟的这个国家政策 是在这个Volkswagen决定 所以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对德国人 德国每年赚两百亿 从中国的钱 两百亿 对对对 欧元还是 欧元两百亿 对对对对德国他们的经济的 为什么这是这么好 也是因为这个毛利 所以他们当然会比较考虑到 就是不用跟这个表达这个反抗的这个态度 反抗中国的这个态度 所以他们会想 他们会想分开 就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合作 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有比较有批评的态度 比方说是人选的部分 可是在法国他们对这个跟中国的毛利也是很重要 可是因为也有其他的东西要考虑到 然后我也会说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说要分别不同的领域的合作 或者不同的领域的这个竞争跟这个competition 或者不同的领域 比方说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特别是在环境里面 在环境我们也可以有合作 因为这个环境是个全球的问题 所以就是有所有的国家合作 是有道理有很大的道理 可是在这边有个问题 我在这个两个月之前 我在这个人梦就是这一篇文章 就是提到这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这个欧洲 然后想分开这个不同的部分 可是比方说想分开这个政治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跟这个环境的部分 这个三个部分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 在中国这个三个东西的分开 不是这么的分开 比方说有的时候是用精致来表达政治的概念 这是说比方说跟澳洲 所以为什么澳洲开始 对中国是个威胁 也是因为中国也用这个经济的方式 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攻击这个澳洲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中国 用这个经济的关系来表达一个政治的概念 一个政治的想法 然后不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在环境的部分 就是我们也需要记得 就是上个月 就是John Kerry去中国的时候 这个Kerry去中国的时候 他要讨论这个合作在这个环境的问题上面 然后这个拍发二氧化碳的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在世界上 第二个国家拍发二氧化碳是中国 已经是快是两倍到三倍 这个美国的二氧化碳的 所以John Kerry他去中国 为了讨论环境的合作 可是他在那边的时候 很多人说事实上他们的回忆 就是非常没有非常没有效率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好像是 好像是中国人跟这个中国政府 跟这个Kerry说我们不想分开 如果你们真的要要竞争 如果你们要competition 为什么有一些部分我们有competition 有一些部分我们要合作 如果你们要在这个环境方面的问题要合作 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做 比方说然后非常有趣的东西是 Kerry去那边 然后探论这个环境 跟这个环境的问题合作 然后这个中国说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是在这个华为 这个美国的问题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华为老班的女生回到中国 所以这是说 有的时候分别这个环境 政治跟经济不是这么的简单 因为好像这是中国政府还会用另外一个东西 一个领域的这个问题 放到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一种 climate 你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气候的一种威胁 就是我们不要合作 如果要合作你们 你们也需要跟我们比较好 不只是所以我们真的会有合作 所以这个欧盟要分别这个东西 有一个部分有点naive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 分别这个三个 这个不同经济跟政治跟人权跟这个环境 三个东西 非常感谢何教授的分享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将会讨论 澳英美联盟 以及台湾跟欧洲之间的这些关联性 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一个威胁之下 台湾如何自处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进行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 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圈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陈冠婷事件 那请问张老师张教授 我们刚才谈了 其实从非常大的一个全球的观点来看 美国、英国、澳洲跟法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仅仅是对法国还有对欧盟之间的关系 那看起来是 每一个关系、每一个连结 都会产生另外一种波动 那特别这一次的 我们特别谈到印太的安全的局势 其实主要的 应该说针对的目标 应该其实就是中国 特别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 跟过去非常大的不同 那许多人说是 现在开始的这种新的冷战 全面性的对抗 那当然在美国的部分 就是会尽量去找所谓的意识形态相近 或者是价值观相同的这些相近的国家 那这个部分就开始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中之中的话题 那我们台湾如何自处 那台湾过去跟法国有很多的军事上面的合约 从海军到空军都有 那在这一次的澳洲的这一个浅见的这种外交风波下 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什么 学习到什么 还有我们之后的外交策略 要怎么样与欧洲 美国跟英国 怎么样去做最好的这种运用 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那个台湾跟法国关系的这几十年来 其实那个进展的很多 而且关系也改善很多很好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我们还是有那个 台湾有那个法国的武器 那么拉法夜舰还有这个幻象飞机 现在也是我们的这个主力 但实际上这些都已经算是比较旧了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针对这些国防的 这种特别是这个新型的 或者是新科技的这种设备 应该要有一些思考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是法国他 或是欧洲的话 他其实基本上成为主持人讲的 他很重视我们台湾跟这个分享 就是我们讲的普世的一个价值 民主啊人权的法治 那么战略上特别上在这个印太 亚太地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法国他在这个 在投出这个印太战略的时候呢 他也在一个合作上面 也特别把台湾有包括进去 特别是有些我们讲的这些 环境保护的一些议题啊 还有科技啊 科技数位科技领域的这种合作啊 还有这个AI这种智慧 人工智慧的这个领域 他们其实都把它包括进去 换言之我们一直看那个印太证据 不是把它只是看战略军事的东西 而是有看很广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那么他们法国 但是刚刚我们也谈到他分这个 他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战略呢 你很难用 我们我们很简单就一刀切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 让他们在这个制度性的对立 还有竞争 还有合作的面向呢 我们要抓到大家这个互相有利的一个基点 那我是认为现在比如说像 尤其是法国的还有欧洲的 他的一个名义对我们很好 比如欧洲议会 还有法国的议会 我们也看到法国的议员团 来我们台湾访问 对不对 那这些他们就是代表 立法机关代表 是一个民意的一个机关 对我们很好 这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希望欧盟也好 或是法国也好 因为现政治的制度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希望这些行政的部门 能够更拉高 给台湾我们接触的城市 或更拉高我们对华的城市 我们一直跟这个议员 其实过去像最近中国也在抗议 说什么法国参议员团到台湾 过去议员团到我们台湾 任何欧洲国家西中平常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凸显 就是老共 我们中国也在抗议了 而是说 我要觉得要从一个权力结构 第一个我刚刚谈到的 我们跟法国其实关系一直很密切 从车子有军事设备 应该要去想办法跟提升 想办法跟精进 怎么样做一个合作 他们也许澳洲没有了 可是法国的科技 也可以转移到台湾这个地方来 我们讲的高科技的设备 第二个方面 你这个议员团来 法国议员上签 那么对于我们一种的一个价值分享 一个民主是很重要 支持我们 但是要把它投射于具体 比如说议员要是提案 提案这个部长 或是那个重要的官员 可以到台湾来 我们的代表或是我们自由化的一些官员 也可以去见他们 就了解现在也没有说层次比较高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在目前这样的一个 大家对于中国威胁都有一些抗拒 而且都疑虑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应该抓住这一点 而不是只是一个欧洲议会的一些很好的决议 当然很棒 但是也不是一个法国的这个议员团的访问 而是要更让他们更凝聚一些共事 然后有一些压力 然后呢 让我们在双方的一个正式接触的层次 可以更高更改善 我们不要讲什么官不官方 就是接触的层次 因为我知道很多欧洲的这个国家的 我们的国家的代表 或是一些外交人员 或是相关的人员 接触的层次到现在为止 还不是那么的没那么高 也没那么理想 非常感谢张教授的分析 那何老师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特别是针对台法台欧关系 能够怎么样再上一层 刚刚张老师也是的 也是的没错 就是说 当然这个三余人来台湾也是好 可是有一点就是不够 所以就是说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是第三次他们来 所以已经是一个习惯 虽然中国的翻译 这一次比较大 可是让这个东西 就是让这个东西 比其他的国家 这个时候更注意到 这件事情 事实上这个是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中国的翻译很大 事实上有一点 因为 反而是 有可能如果他们的翻译 不是那么大 我们不会注意到 所以他们会这样 翻译很大 然后我们都会注意到 然后其他的国家 也可以开始考虑到 有一样的态度 然后比较开放 可是他们是已经第三次 所以已经是一个习惯 所以可是当然这个事是不够 可是这个在法国 在欧洲 他们就是一直想要 这个考虑到 这个中国的翻译 所以在下一个方面 这个中国的翻译很大 就是说 我们不太设定 就是说 它是不是会让 好像到现在 好像是让 其他的欧洲的国家 就是更勇敢 如果我们可以说更勇敢 因为事实上 这是好趣的 好趣的地方是 特别是纪念的 我们看这个很多的 欧洲的国家 他们开始跟这个 比较人士 比较人同 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开始有关系 以前没有这么的 明显的关系 这是俄罗斯拉罗克亚 这些国家 然后这个是跟已经有关 可是不只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 这个是 为什么有这个新的 在欧盟有这个其他的国家 然后因为 如果是很大的国家 比如说法国跟德国 他们需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们的代表性 是比较大 所以有趣的部分 是有可能是比较小的国家 他们可以比较有自由 比较有空间 就是有这个比较开放的 的这个关系 然后比较有高一点 跟台湾的关系 因为他们不会受到 这么大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压力 所以有可能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就是从这边开始 从这个 就是比较所谓的 比较少的国家 所谓的 比较小的国家 在欧盟开始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欧盟里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这个所谓的比较小的国家 他们会觉得 他们的代表性不够不够多 不够大 在欧盟里面 所以他们也想 也想要 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立场 然后也也不就是 法国跟德国决定 这个欧盟的这个策略 他们也可以 有他们的立场 然后在这些国家 特别事实上 也是另外一个 虽然这个没有空间谈论 就是说 这个也是因为 他们跟俄国的态度 所以这是 因为跟 在这边也有一个 一个比较 复杂的关系 就是 中国跟俄国 然后这个 俄国跟欧盟 跟这些国家 的一些 这些关系 然后就是 怎么让法国 跟台湾的关系 变成比较 official 这些关系 或者比较会 因为这个是残余人 所以这个残余人 只是在法国 也不是所以 他们的力量 也不是所以大 这是说 这就是我们要对欧洲 欧盟 我觉得 跟你发源 我们对美国 是比较理解 而且美国总统制 他的行政部门 好像感觉起来 就不管他怎么决策 他决策 比较有力 而且比较快 但欧盟 他大部分都是 内阁制的国家 半总统制的国家 他其实 他有很多的运作 其实我们 并不是那么理解 像刚刚和老师讲的 欧盟 他现在27个国家 有这么大的 德国8000万 到塞浦路斯 40万人口 各位想想看 可是在一起 讨论的时候 他是一票 他不是用 你多少人口 来算这个决定 所以因此 我们有时候 感觉到说 欧盟 哎呀 你这好像很弱 又是很慢 那是因为 他是一个27个国家 慢慢每个人都一票 卢森堡 也是40万人一票 卢森堡 而且他们的领导人 时常做欧盟的领袖 第二个 在这个 我们讲的政治 这个运作决策程序 他是一个内阁制大部分国家 都是议会 至上 像英国的总理 还有这个西班牙总理 就法国也是 虽然是总统 但是总理 那么他们做出来的一些议会里面 所做出来的一些决议 都不能说 没有效 而是说很慢 你要进入到行政部门 来推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的 这个有效 或是直接 所以在我们台湾 也会感觉到 就是说 哎呀 好像美国讲话就算了 然后欧盟 他总是没有 没有这么大的重要 其实我在这边就是会 其实欧盟 他更能够体会跟分享 我们台湾所拥有的这种民主 法治 人权的家庭 我想从欧洲议会里面 好几个决议案 你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刚刚讲 虽然他们没有这个 很实质力量 可是他们完全看中 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去 努力去了解 而且更去了解说 然后将来我们怎么样子 让这些欧洲议会更多的人 然后行政部门能跟我们了解 我觉得这些年来 应该我们要有些这种耐心 去了解欧盟 他们其实很愿意各自 但是各位都想着 中国他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他的这种威胁 连美国都没有办法说 好好的应付得宜 何况是欧盟 当然要花更多的一个心思 所以我在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 留一些更多的思维去看全球 有的时候很难说一刀切 对不对 那你要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的 一个运作 内部怎么样 他们每个国家 每个组织 他都有他的问题 像欧盟现在问题很多 有的像匈牙利很轻忠 那你要他也是一票 你要怎样 立陶宛很好 他跟我们台湾很好 可是他也是只有一票 大家要去讨论 要去思商量 对不对 立陶宛 那个台湾代表处 还有匈牙利 没事就跟着中国说 我们要来共同建设 这个在法国 德国来讲 大家都很头痛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有时候 这些的议题 其实我们来作为欧盟观察 其实蛮有意思的 将来也许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跟主持人 或何老师 有更多的一些分享跟分析 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 今天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跟我们分享 最新的印台情势 以上就是今天 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的节目内容 谢谢听众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